演藝人協會會長曾志偉 聯同受影響的藝人王浩信和黃中澤開記者會 他們說歡迎私隱專員的裁決 認為有一定的指引性 本日都相信藝人的私隱權利 特別是自己家裡的生活私隱 也應該和普通市民一樣有同等的尊重 新聞採訪與保障個人私隱之間 必須取得合理的平衡 而且並非是一項權利 凌駕另一項權利 至於是否會向雜誌索償 黃中澤就說還要研究 很想借這個博弈事件 這個機會來領公眾知情權 公眾利益和公眾好奇心 希望借這件事來領私隱的保護程度 所以索償方面 我會再和律師、家人和公司 商討一下 但始終這個不是我們最終的地方 演藝人協會認為 今次的事件 不會影響藝人和傳媒的關係 記者日後採訪 反而會有更清晰的指引 向九福民電視記者何正言報道